來 搖槍的委員長 台委員長 你好 台委員長 你好 今天就這個教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因應的武漢遺憾所謂作為 來做專門報告 那首先呢 先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所有經濟行動 包括Wall Bank 包括IMF 包括OECD 都對到今年的經濟行動不至於六關 甚至有的這個國際組織冰股 有可能會出現負行動的這個部分 那在屬群基金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冰股的辦法進行 應該都會有一個積極強空的冰股 就是說各國受到武漢遺憾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那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這個積極冰股裡面 大概有分多幾類的國家 還是說我們這個有什麼樣的 把這些狀況來分析 那對著不一樣的狀況 我們是怎麼看他們這個 這個不管是賣款比較鬆啊 比較近啊 還是給他們搬遷啊 還是索困啊 我們能夠做這種的 所謂專求 交民 交商的這個積極冰股 委員這個問題很重要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全世界很大 每一個國家的狀況 他們面對的這個挑戰跟困難都不一樣 是 所以每一個國家 你不管是IMF 還是 World Bank 還是其他這個 機關的這種 經濟成長的這個預測 都是代用而已 譬如說我們台灣 IMF有說我們會-4 但是我們自己的財政不可能 可以行動1.67 所以說 這角度在下 沒有啦 了解啦 了解 但我的意思是說全國 因為你如果 如果每個都不一樣 你領域沒辦法處理 每個都個案很困難嘛 是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尊重國家來做到最極的兵股 譬如說這裡受到的武漢危險 冬冬的地區 歐美的地區 他們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這個 我們有兵股過 跟這些國家來分類 我只是問這件事而已 敢有 我會了解 我們沒有做這個工作 沒有做這個工作 因為這個可能經濟不容易處理 好 沒關係 我只是建議啦 我們看後面 你看我們其實 教委會的教雄處 我們的海外 發展科 有這個需要 有加入資訊的信用保障保障層 台湘服務科 有哪有這個 台湘產業資料庫和資料面臺 那我們的資料保障 裡面也有辦理海外 經摩全體的影響 以及企業精團的資訊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教委會 有可能可以做這件事 回來可以平行看看 如果大家都一樣的標準 因為大家 國家受到的衝擊 總共不同 剛才說是 經濟部在處理的位 這個也要跟經濟部 保持聯絡 不要做一個送 大家人都可以來請 這個一樣標準 因為今年事實上 就不一樣標準了 那第二個題目呢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過去 我們去年平國的時候 我們是說 今年的帝收 5274萬 那我 我想這不是 要檢查或是什麼 但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不管遺憾 還有加上 我們現在現在 拿出所謂的方案 對到具體 這個5200萬的 所理 有可能的增加 還是檢查 我請董事長幫你報告 好 沒有問題 這問題會比較有 好 是 官委員 我們109年的話 我們 預計是會有 有盈餘 2000多萬 是 那這一次提出 這個紓困的措施 因為是 基金我們自己的資金 在運用 那 當然我們也評估過 對我們的 因為我們有 減免手續費 所以 手續費的影響 會有一些 我現在很簡單 因為從之前到現在 都逐年下降 這很好 只是說我們現在 評估出來的數字 評估的時候還沒有武漢肺炎 那現在評估出來 因為有武漢肺炎 跟紓困方案 你覺得這個數字 會增加還是減少 我們是希望 當然就是說 這個 盈餘可能會受影響 第一個 我們最近 這個利率 銀行的利息 一直在調降 這個會對我們的 資金運用收入 也會有影響 那 在世界各地的台商 他們我們的 舊貸的部分 他們會不會因此 有一些 還不出來造成 預期的 這個我們也還在評估 但是我們現在是希望 透過 舊貸的展額 讓這些台商 另外可以獲得紓緩 兩個狀況 一個收入可能變少 一個放出去的錢 可能會增加 或者是收不回來 所以理論上 這個短處數目應該會上升 就是說 盈餘可能會減少 對 盈餘減少 短處不就上升 對啦 沒有啦這個又沒有怪你們 我是想說可能發生的事情 總是 總是 壞情況先講在前面 所以這個要持續關心 這樣好不好 是 為什麼會說頭前幾兩的問題 謝謝 為什麼會說頭前幾兩的問題 第一 分類 第二有可能這個 這個收入後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收不回來 有可能是二、三十年前 收不回來的收入嘛 是 為什麼要二、三十年前 收不回來 今天這條 所以今天不只是 母案危險的問題 所群風暗的問題 更加重要的是 和中國有關 一帶路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要請教 是說 過去 教委會其實 還在新聞媒體上面說過 中國一帶路 台商因被凶 那被凶 這件事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我想這道的 這個棒款的行為 可以給大家 這個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譬如說 我們就在一帶路 我就跟你說這很危險 你又要用 又加上疫情困難 尤其 當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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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除了 索困以外 哪有這個 辦選的方案 可以來參考看看 所以呢 是不是可以 就這些國家 就這些地區 來分類 譬如說 一帶路 跟醫療方案 二選一 醫療外交 什麼叫醫療外交 就是中國的 健康絲綢之路 就是這個 包括 口罩也好 防衛也好 他們現在都用這些東西 來 交朋友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和中國關係 更好的國家 是不是教委會可以建議他們搬遷 因為事實上 日本 美國的國家 都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與其放款給他們 在那邊 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問題 那是不是建議他們 有機會搬遷到其他的國家 所以 我的建議 第一個問題就是希望 把這些國家 有辦法來分類嗎 譬如說我們看到 醫療汽材外交 競爭的國家 如果中國跟台灣 在那邊 關注的競爭的 其實最好會變成像 在競爭外交 你錄多少 我就錄多少 其實和中國打這種軍火陣 不是好事情 那第二呢 加進一台一路的國家 既然我們教委會 有跟大家說過了 盡量票便 那 是不是這道 可以跟大家說 這可能 在這個狀況之下 高雷 不要留在這裡 危險 是不是可以為這個方向來 你還是說 教委會你們聽起來 會覺得我的建議怎麼樣 這個建議很好 我覺得很有這個基礎 因為我們 會記說 去年我們從中國回來的 台商 就差不多七千億台票的 金額都回來 是 有一部分 刷去外籃 刷去大人的國家 所以現在我們和這些商會 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絡 和這個狀況 讓我們所有的台商 都可以了解 目前我們了解 台商沒有去參加 什麼中國的 一帶一路的什麼 那種工庭都沒有 對啦 我們是一定沒有 但那個國家有 我有跟他們建議說 就是他們會去判斷 這個國家 好投資 或是沒有好投資 我們台商 台商都很聰明 他們會去參加 會去判斷 我們這個 你覺得教委會 我們新保基金 這次 結交 結交相對 當然要投資的國家 比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差不多 我們這個 把我們信保基金 來貸款 差不多 新南向國 這裡要跌八成 你看一半年的時候 外南 泰國 印年 這些國家加起來 竟然要跌八成 但是這裡面 一樣是這些國家 外南 泰國 印年 都有參加到 中國的一帶一路 坦白說 這是整個 政體散業 以及國家 各種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這裡 拜託 這個教委會 今天可以在兩位 來提供一個 市民的報告 包括到 是不是可以 中國家來分裂 有什麼樣的這個影響 包括費用 包括收盡 包括班牽 那可以讓這個公告組織 給大家來參考看看 看未來 教委會 幫款的方向 可以怎樣 更加公正嚴格 對台灣越來越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辛苦 好 謝謝陳博威 陳委員委員長請回 好